好 如正法師 阿彌陀佛 好 各位同學 各位騎士 還有這位法師 大家好 阿彌陀佛 好 很感謝 很高興又回來到我們的故鄉 來到台灣 回來到羅東跟大家見面 那中道佛學會在一向的宗旨都是以獎金說法 然後教導禪修 以佛陀的正法來教導大家 讓大家真正能夠聽聞正法 然後付諸於日常的生活 然後來修行 而且中道一直以來在羅東都是 因為師傅長期在加拿大 那都是沒辦法常常跟各位在一起 所以一直希望都能夠有請法師來 我們羅東這個小地方來跟大家講金說法 那麼在好不容易經過長期的這樣子一直邀請之後呢 我們如正法師終於答應 要來跟大家講金說法 那也很感謝他 那希望 不管是外地台北來的 還是我們本地的羅東人都能夠掌握這個機會 把握這個機會 一起來聽經文法 一起來護持佛法 好不好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謝謝各位 那另外一個 事情就是說 我們 中道禪林 未來會在美蛙湖蓋一個禪修中心 那大家可以等一下下去了解一下 有一些資料 大家可以看一看 還有師傅最近又出了一本書 印度佛教思想史入門 尤其是台北來的 都可以請回去看一看 那最後一件事情就是下禮拜 等一下 慧文再提醒一下 下禮拜 師傅會開始講 佛教的知識觀 在我們羅東樹林社區 不是台北的樹林 是羅東樹林社區 希望在座的 台北來的同學也希望能夠過來 一起來共襄盛舉 阿彌陀佛 那師傅不再講太多 因為這是儒政法師要最後一堂課 那我們 把這個麥克風交給儒政法師 大家能夠繼續好好的聽經文法 阿彌陀佛 謝謝各位 阿彌陀佛 好 好 我們大家先請合掌 南魔本師釋迦牟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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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聖聲為妙法 無上聖聲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授辭 我今見聞得授辭 願解如來真實意 願解如來真實意 各位法師釋迦牟陀佛 阿彌陀佛 我們看課本一頁 《地藏菩薩本願經》 講到 佛在五濁二世 獻不可思於大智慧神通之力 調伏剛強眾生 講到這裡 好 這個是 這個四方菩薩 那麼讚嘆 四方諸佛 以及諸大菩薩 讚嘆釋迦牟陀佛 能夠在五濁二世 那麼來利益眾生 那令眾生知苦要法 那剛強 難條難斧的眾生 那知苦要法 能夠知道 那麼世間 輪迴的苦 那生死的苦 然後耗藥 學習 解脫法 那麼佛法 那說 各遣世者問訓世尊 好 我們就講到這裡 那 各遣世者問訓世尊 那這個在 大聖經典跟 阿寒經裡面 稍微有一點點差別 就是 十方諸佛問訓 派他的菩薩來問訓 釋迦牟陀佛 以及佛弟子 問訓 就是跟這個世尊問好 那麼基本上有一些不同 我們可以看 看這個 那如果是 傳統的 比如說阿寒經裡面 它基本上就是 少病少腦 起居輕力 那麼安樂祝福 基本上就是這樣問 那如果是大聖經典 它會多一個 你看 少病少腦 起居輕力 前面是一樣的 氣力調和 安樂祝福 這個前面大概是一樣 後面會多一個 世事可人佛 眾生易度佛 因為大聖 大聖基本上 那麼強調要度眾生 那其實是 所以 如果是大聖經典 在 十方諸佛問訓世尊 基本上 大概 差不多都是這樣問 除了原來的 佛弟子 問世尊 少病少腦 起居輕力 安樂祝福 那後面會多個 世事可人佛 眾生易度佛 好 那大概是這樣 好 那我們這樣底下看 這個是 問訓世尊的 那他說 事實如來寒笑 放百千億 大光明雲 好 那我們來講這個 那麼這裡主要有兩點 那大聖經典基本上 佛陀說法之前 通常都是 放光 動地 那麼 如來寒笑 然後放光 動地 那像 大波羅經 華元經 那麼 就是 像 大波羅經 波羅經 歐波羅波羅密經 他就這麼說 我們把這個擦掉了 那就要把這個擦掉 那麼像 波羅經裡面 他就這麼說 如來舉真矛孔 如來舉真矛孔皆笑 你看他就這麼說 那麼 放百千億種種光明 他是從足 足 腳底下開始放光 然後一直放到頭頂上 那麼如果是大聖經典 他就這麼描述了 那他這裡 他這裡沒有寫這樣 但是他基本上 第一個就是 如來寒笑 那他這裡還沒有講 就是大地六種 大地六種震動 他只是講如來寒笑 放光 放光 那這個放光就是放百千億 大光明雲 你看這個波羅經 波羅經裡面 波羅經裡面他就這麼說 他說 如來舉身矛孔皆笑 他就不是如來寒笑而已 而是舉身矛孔皆笑 這個就是 大聖經典 當然這裡也是大聖經典 但是他有時候講到多了就是這樣 那 就是從足底下 那麼放百千億種種光明 那 這是一個 那放光等下我們會講 就是說 放光之後 那麼 那麼 基本上就表示他開始要說法 說聖身法 或是讓眾生得意的法 那我們在講到如來寒笑這件事 就是說 在奧安經裡面 他通常會講佛及弟子 佛跟弟子 不以無因緣而笑 就是說 如來 如來開始在微笑 如來只有微笑 不會大笑 不會狂笑 不會暗笑 不會 他只有微笑 那佛弟子正安安的話 也是這樣 那麼在經典裡面 大小聖經典裡面 基本上 講到這個不管是佛 以及弟子在微笑 通常有幾件事 比如說雜案經裡面 他說到 有一天 有一天 那麼 佛 晚上 那麼下著小雨 那 佛要清醒 或是要 就是在附近清醒 那麼 阿難 就跟阿難講 那麼 你 拿著傘蓋 就是雨傘 就傘蓋 拿著燈 跟在佛後面 那走啊走啊走到一個地方 那 如來就開始在笑 那阿難就問 佛為什麼笑 那佛者就跟他講 他說 就像 就像 你現在 拿著傘蓋 跟在我後面 拿著燈 跟在我後面 阿 那麼 犯天 他講到 這個犯天 也拿著傘蓋 跟在大家社後面 啊 刀立天主 啊 拿著這個 拿著 犯天 拿著傘蓋 跟在喬成爐後面 啊 喬成爐是 覺悟第一 第一個覺悟的 那 這個刀立天 拿著傘蓋 跟在大家社後面 啊 那四大天王 啊 四大天王 這個 東方齒國天王 拿著傘蓋 跟在舍利波後面 那麼 南方增長天王 拿著傘蓋 跟在木劍林後面 啊 那西方 廣木天王 拿著傘蓋 跟在摩核巨蛇樓後面 啊 啊 那北方 匹薩門天王 啊 啊 就多聞天王 拿著傘蓋 跟在摩核皆兵那後面 摩核皆兵那是新秀 知新秀第一 啊 那麼 就是講到 他想到這裡 然後欣然為孝 這是第一個 就是 會講現在的稀有事 現在的稀有事 另外一個就是說 過去 過去久遠節的事 比如說 佛頭有一天跟阿難走到一個地方 走到一個地方 經過一個地方 他就開始微笑 那阿難就問 那佛為什麼笑 佛就跟他講 你知道嗎 這裡過去是 迦瑟佛建講堂的地方 迦瑟佛的講堂建在這裡 然後他為眾生說法 就是會講過去久遠節的事 那麼這個在阿含經裡面 比較常見到 就是佛微笑 那基本上是 是講久遠節的事 或是現在稀有的事 那另外一個像 雜阿含經裡面 也有提到 木劍良有幾次 經過一個地方也在微笑 但是他並不是 但是 他是看到現前 那麼有一些眾生在受苦 那你說 所以 微笑並不一定代表有歡喜的事 他只是說 他了解 心藍心有所念 有時候是心有所念 然後心藍微笑 他是這樣而已 就心有所念 就是 就是 領會的意思 意味的意思 心有所念 然後心藍微笑 那麼這個跟我們 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 像 像般若經裡面 他只要提到佛微笑 般若經裡面提到佛微笑 基本上都是佛知道哪一個菩薩 那麼未來要成果 那麼就會微笑 或是要講般若經 知道講了般若經之後 有誰可以依這個般若經 得到利益 那麼他也會微笑 那麼知道這個菩薩經講下去 那麼眾生會因菩薩經得利益 他歡喜微笑 那像目見人這種 他不是歡喜 他微笑只是 他領會 就是說 心裡面想這些眾生 過去 不知道國法 造了這些業 然後現在受這些苦 那他並不是歡喜 他只是心裡面了解 這個因果的這些事 那麼知道眾生愚痴 那麼所以他也微笑 但是並不是說歡喜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比如說 還有一個 像綠典裡面記載的 比如說 這個一樣講過去久遠遠的事 或是說 比如說 比如說這個 佛地址 或是佛陀 去到那裡 那麼就開始講這個地方 過去佳瑟佛的時代 那麼佳瑟佛陀 那麼國王在這裡見他 或是釋迦佛講到他過去生 曾經 好幾生 在這裡做國王 然後修苦行 但是都不能得解脫 那麼今天 我在經過這裡 我已經得解脫了 他這樣微笑 這是一種 另外比如說 像大家社 有時候 有一天在佛身邊 就微笑 不是臉花微笑 那個是佛的臉花 不是 大家社有一天 去到佛身邊 站在那邊 去那邊微笑 那佛知道他為什麼微笑 然後就故意問他 大家社 你為什麼 你在笑什麼 就是你為什麼會微笑 因為佛籍地址 無因緣 沒有因緣他不會笑 那 這個 佛就問大家 大家就說講 因為之前發生什麼事呢 之前就是 那麼 有一個居士 他要供養 大家社 阿納利 那麼就供養佛的幾個大弟子 蛇利佛 穆建年 那麼大家社 然後阿納利 叫佛的四大弟子 那 這個居士已經準備很 很豐盛的午餐 要供養這佛的四大弟子 剛好那個時候 這個 托羅難陀比丘尼 他是六群比丘尼之一 他剛好經過這個居士的家裡 見到那個居士的太太 居士傅 他們也是佛教徒 這個托羅難陀比丘尼 常常往這個居士傅家去 就看到這個居士傅家 準備這麼好的供養 要供養這個 他就問他 你今天準備這麼豐盛要供養誰啊 他就說 我們要供養這個 這個大家社阿納利 舍利佛目見人佛的四大弟子 那麼這個托羅難陀比丘尼 就跟這個居士傅搖耳朵說 哎呀 他們是小小比丘 你要供養就要供養大龍比丘 大龍比丘 就說 他們說佛這四大弟子是小小比丘 你真的要供養又有福報 要供養大龍比丘 就是有大德的比丘 這些是 因為這個 這個六群比丘尼 這個托羅難陀比丘尼 他評性比較不好 那大家社剛好已經要來準備接受供養 在旁邊就聽到了 那個居士傅就跟他講 那誰是大龍比丘 他就跟他講 像提伯達多 那麼三文達多 這些是提伯達多有四大弟子 他就跟他講 你要供養像提伯達多 三文達多這一類的 才是大龍比丘 大家社剛好在門外聽到 他聽到了他就故意 然後他就知道有人來了 然後這個托羅難陀比丘尼就不講了 那不講了之後 那麼 那麼這個 這個大家社會進去 因為他聽到這種話 那個居士傅到底有沒有供養他他不知道 但是他就說 那麼 這個你們今天要供養大龍比丘是嗎 然後他就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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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個托羅難陀比丘尼還在 還在那邊 他就趕快跟那個居士傅說 那 這個 誰是大龍比丘 他就說 大家社 他又反過來 大家社 這個阿納利 蛇利弗木劍 這個就是大龍比丘 就是 他前面說這些大家社是小小比丘 那後面因為大家社來了嘛 他馬上就轉化了說大家社就是大龍比丘 那這件事後來 後來因為大家社 那也因為這樣然後就接受供養 完了之後回到 回到這個佛陀 佛陀的身邊 然後他想到這件事想到好笑 就說 因為佛陀就問他你在笑什麼 我想到說這個托羅難陀比丘尼 把我們叫做小小比丘 他就心裡面就 心裡面就覺得 有一點好笑了 然後後來這個托羅難陀比丘尼 托羅難陀比丘尼 他又來又反過來 然後那個居事部的先生回來了 居事回來了 就比較 就回來了 那知道這件事 後來就說 你以後不要來我們家 你以後不要再來我們家 那跟他太太講 你以後再跟這個托羅難陀比丘尼來玩 我就 他就是 就是要把他掃地出門 那就是說 你不要再跟他來玩 就說為什麼 因為 因為 他在你面前講一句話 他在就是 在佳瑟沒有來的時候 就講他小小比丘 佳瑟來的時候 馬上說他是大黃比丘 就是說 那你不要再跟這種人交往了 那佳瑟因為就是說 他想到說 有人說他 小小比丘 他去裡面覺得好笑 這個所以他微笑 佛籍弟子他的微笑都有永遠 但是大部分微笑 像如來微笑都是因為知道有眾生可以得利益 基本上是這樣 但是 佛籍弟子微笑 他不一定是這樣 那有時候只是說 這個 這個 過去 我 我修很多苦行 在這裡修過很多苦行 但是都不能得解脫 那今天我得解脫了 我想到我過去的修行 就過去九眼前的事 那還有就是 他現在看到一些比較殊勝的 比如說 這個 這些範天王跟在喬城爐後面 為喬城爐點燈 或是跟在喬城爐後面拿著閃蓋 就像阿難現在拿著閃蓋 跟在火後面一樣 他心裡面 就是心有所領會 他也會微笑 那像 像地藏君講的這個微笑 基本上就是比較大聖經典講的說 那麼 因為這個經講下去 那麼有很多重生會得到利益 基本上大聖經典都是這樣的 那麼 講的比較多的 比如像華元經 都是放光動地 大地六輪震動 這裡比較沒有講 那但是他也是 說如來含笑 放百千億大光明 那像波爾經講的就更徹底了 身心毛孔 都放百千萬億大光明 那就變成是有這樣的一個 大聖經典講的形容詞都比較 我們會說比較誇張 或是講的比較 比較多 所以他底下 所謂的大雲滿光明雲 大慈悲 基本這個都是佛的 德恨功德 那麼這個光明這個雲 雲雷雨 雲是立身相 通常是雲雷雨 雲雷跟雨 那他這裡講的 雲雲雷 通常是這樣 雲雷雨 雲雷雨 這個是立身用 利益眾生 那麼 從產生的 就眾生從此得利益 那麼 那麼這個是說法 與世立身用 那麼 雷是說法相 雲 雲 雷是說法相 雲 是立身相 好 那麼 通常是這樣 就是說 阿蘭經裡面有說到 這個上子 他說有四種比丘 正義阿涵四地平 我們就選一下 正義阿涵 四地平 他說有四種 有四種比丘 有四種雲 比喻四種比丘了 有四種雲 那比喻四種比丘 基本上 第一個 那麼一個 那麼一個字 有雲 雷而不 有雲 雷而不 第二個 那麼 雨而不雷 第三個 異與異雷 異與異雷 第四個 不雲 不雲 不雲不雷 那麼形容四種比丘 基本上如果照這樣來講的話 第一 第一個 雨而不雷 應該是 他是這樣寫的 但是順息應該是這樣 他說有 第一個有多文 我們不好為人說法 有比丘多文 但不好為人說法 不好說法 不喜歡為人說 那麼第二個 是 這個 不多文 好為人說 不多文 但是喜歡為別人說法 好為人說 第三個 是這個 不多文 也不為人說 他也不太懂 他也不為人說 這個是 不太懂 那喜歡為別人說 這個是懂很多 但不喜歡為別人說 不多文 那麼 也不為人說 然後第四個就是 多文也為人說 第四個就是多文 靠為人說 那麼如果我們從這個 雲 雨的話 大概是這裡是這裡 這裡是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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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所以 經典裡面只要講到 雲 雷 雨 那麼這個雷就是用 什麼什麼陰 什麼什麼陰來表示 那就是出 這個雷的聲音 就是說法 出什麼什麼陰 什麼什麼陰 那麼這一些 只要大概大聖經典裡面 講什麼雲 什麼雲 雲的意思就是 積聚 功德的積聚 因為雲是很多 很多一般的世間的像是 雲是很多那個 水氣的分子積聚在一起的 那麼你要有利益眾生的時機 你必須積聚有功德 要積功累德 一般我們叫積功累德 那麼具有很多功德 那麼你才能夠為眾生說法 慈悲啦 精進啦 忍辱啦 種種種種種 那麼如果雲厚重的話 那麼他很快下雲 下的雲也很豐沛 就是能夠利益的眾生比較多 其實是這樣 所以這講到什麼什麼雲 那基本上都是功德的積聚 功德的積聚 就是他得恨內在得恨的積聚 那麼這個叫做立身像 就是說 你能夠利益眾生 你拿得出來什麼 你擁有什麼這些的 所以他這裡講到 底下 底下所說的大圓滿 那麼大圓滿基本上是 我們可以說是總說 那佛 佛就是兩足尊 就是 兩種圓滿 足就是圓滿 兩種說法 一個就是人類兩隻腳 另外一種就是兩種圓滿 佛是兩足尊就是兩種圓滿 滿足圓滿 那兩種呢 慈悲跟智慧 所以 第一個大圓滿是總說 那麼再來就是 所謂的大圓滿就是什麼 慈悲圓滿 智慧圓滿 叫做悲智 雙悅 那麼我們學習佛 主要 主要 就是慈悲圓滿跟智慧圓滿 慈悲圓滿跟智慧圓滿就是佛 所以 所以 基本上 這個是所謂的 這個佛 佛的主要的功德 佛主要的功德 是慈悲圓滿跟智慧圓滿 那底下 底下是從佛的 另外的所謂別說 從慈悲 慈悲跟智慧底下 那可以分幾種 那麼 所以他有說 像大波仁 其實大波仁就是大智慧 那麼大三妹 那這裡是在表示定跟慧 那麼 定慧基本上是 佛法修行中最主要的 那麼就是 你的智慧 那麼必須要從 這個定 要有定才能夠引發無肉慧 如果你沒有定 那麼你沒有辦法引發無肉慧 最低最低 要有 味道地定 那麼 我們就說玉界定 波仁經裡面叫做電光定 那麼才能夠引發無肉慧 那麼所以 通常定慧劇主我們就叫三妹 所以他這裡種在 等於比如說大波仁大三妹 大吉祥大福德 大功德 那麼這一些都是在 講 就是說 佛 那麼 這個 有 有這樣的殊勝 其實就講佛的功德 那麼有這些殊勝 那麼 慧義三寶最吉祥 是所有一切眾生裡面 佛 是一切眾生裡面最吉祥的 那麼 就是所謂的吉祥就是你遇見佛 發生的會是好事 所以有時候 大制度裡面 把佛叫做什麼 行福田 他是大福德 就是 他是大福田 大制度裡面把佛叫做行福田 行走的福田 一般的福田就是什麼 在那裡不動的 你要去到那裡 那麼所謂的行福田就是 誰遇到 誰遇到佛 就是行走中的福田 移動式的福田 那麼 那麼 誰遇到佛 誰遇見佛 誰就得殊勝 誰供養佛 誰就得福報 誰尊敬佛 誰就得利益 那 佛是 佛是走到哪裡 那麼 只要眾生遇見佛 那麼 就可以跟佛 結下一個很殊勝的緣 那麼 這個行福田 阿羅漢也是 走到哪裡 那麼 就利益眾生到哪裡 誰遇到他 誰就得福報 誰禮拜他 誰恭敬他 誰就得福報 誰供養他 誰就得福報 其實是這樣的 所以 有時候叫做行福田 那這裡 比如說 就屬於說 大吉祥 大福德 大功德 基本上是這樣 從這三個大概是一組 那前面的大智慧大般若 那大般若大三妹是一組 大圓滿大慈悲大智慧 大概就是一組 就是來形容 來形容佛的功德 那另外 所謂的大歸一 這個大都是摩佛來 就是最殊勝 無上 最極的意思 那麼 就是 我們說天上天下無如佛 十方世界一無比 那麼用一個形容詞就是 那麼這個是 這個是大 大就是最上無上 那大歸一就是 究竟的歸一處 佛是一切眾生 究竟的歸一處 最上的歸一處 所以就是大歸一 所以我們歸一是 歸一佛 歸一法 歸一身 那身是佛的弟子 法是佛所說的 那佛沒有說 我們哪裡知道 所以它是大歸一 那麼你歸一佛 所以從佛得到智慧 得到福報 得到殊勝 那麼值得我們讚嘆 大讚嘆 像釋迦牟尼佛聽說 之所以比 尼勒比 尼勒比釋迦勃早發心 但是釋迦勃比尼勒早成佛 據說 有這麼一個傳說 那個 這個大比伯沙裡面這麼傳說 說是因為 釋迦勃一隻腳 七日七夜佔福沙佛 他怎麼站呢 就是他看見福沙佛 他被福沙佛所射受 他一隻腳 七日七夜佔福沙佛 天上天下無如佛 十方世界一無比 世間所有我境界 一切無有如佛者 這就是釋迦勃 我讚嘆福沙佛的話 那麼 他非常的經濟讚嘆福沙佛 那所以 這個佛 這個其實是表示說 佛是值得我們讚嘆的 在這所有眾生裡面 佛是世間最尊貴的 那麼是最第一的 那麼值得大家讚嘆的 所以是大讚嘆 那麼他之所謂值得讚嘆 是因為他本身的功德 所以這個就是觀明語 那功德裡面 佛跟其他的眾生最大的差別 跟其他的聖者 阿羅漢、辟師博、菩薩 最大的差別 就在於智慧跟慈悲 特別是智慧不一樣 所以這裡就是所謂的光明云 那麼放 那這裡大概就是 簡單說一下佛的功德 那放如是等 放光 那放如是等不可說光明云 那麼他這裡講到 百千萬億大光明云 所以等等等等 其實就是說佛的殊勝 佛的功德不可思議 只是講這個 然後他說 又出種種微妙間 那雲 雲只有雷 我們剛才講過 只有雷 雲聚集多了就會打雷 那麼功德 那麼他這裡 比如說像鄭家涵裡面說到的 基本上就是 那麼你要為眾生說法 我們說 佛陀利益眾生 佛陀利益眾生主要是為眾生說法 那麼有一個禁 就是諸佛非以水洗醉 應該好像是 比如叫吃力寡怒的樣子 諸佛非以水洗醉 亦非以水洗醉 除重苦 非将所振迁迁与他 释法性意 令解脱 他重点 就是说在说明 佛利益众生 佛利益众生并不是放光加持众生 那么把他的功德回向给众生不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的佛法并且比较说 我们送佛的名号 送佛的经 送佛的纵 然后拜佛 然后请佛把他的功德给我们 或把他的功德转给我们想要利益的人 没有办法 我告诉你 佛陀他讲过 诸佛 这句写得很好 应该好像是 可能是不是要成立管理的 我已经忘了 诸佛非以水洗罪 并不是用水来洗去你的罪 因为印度人 印度人 那么他 他习惯在恒河里面 可以把罪 那个叫做圣水 那么恒河水是圣水 那么 因为他本身是圣水 具有很大的能量 所以你只要进在圣水里面 祈祷 他就可以洗去你的罪 那么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在恒河里面 我们依然有很多圣水 什么水 大杯水 药师皱水 那么非常多水 那么我们都觉得这个水 就可以 第一个增加我们的功德 增加 让我们 一下子喝一瓶就可以增加一夹子的功力 类似像这样 没有办法 或是 皱 吃什么皱的皱水 那么就可以 消除他的夜磅 比如说我们念那个甘露水真远 那个咒念了之后 那个 那个 咽口鬼 他的魔就会灭掉 可以除罪 佛法不这么说 那么 诸佛非以水洗罪 那比如说 这个 我们带一个 什么大水球咒的锁环 盖一个 印有往生做的被子 那么 就可以灭 灭你的业障 消除你的业障 那么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那么这一些其实都不是佛法 那么诸佛 所有的佛都一样 释迦佛 迦瑟佛 南登佛 阿弥陀佛 药师佛 阿促皮佛 都一样 非以水洗罪 不是用 不是用外在的 那么不管是图腾 一个图腾 一个手印 一个咒语 一个声音 那么 或是 水 地水火风 不管 不管是什么 那么像以前 拜魔教授 他就认为 保持火 让火 持续燃烧 居家火 福田火 根本火 你就会消除业障 那么得到功德 也不是 那么有些是浸在水里面 有些是让那个火 持续的燃烧 保持火的燃烧 种种的 种种的这一些 都不是佛说的 朱博非以水洗罪 也不是用咒 也不是用水 也不是用手印 也不是用 一条印有咒语的被子 都不是 那么一非以手除重苦 也不是 他放光加持你 让你就可以苦消除 没有 那么 非将所正迁与他 也不是 他修行的功德 他累劫修行的功德 因为你祈求 他就送给你 他就给你功德 那看见你可怜 他就用他的神通力 加持你 让你业障消除 看见你需要 他就把他的功德送十分之一给你 送七分之一给你 没有 佛 诸佛 一切佛都一样 阿弥陀佛也一样 那么没有办法把他所正的 所正的就是什么 智慧 那么福报 基本上就是 福报跟智慧圆满 那福报的圆满来自以大慈悲 那么 没有办法把他的福报 没有办法把他的智慧 那么 就 用他的神通力 然后送给你 没有办法 那佛怎么利益众生 佛 既不是把他的 加持这个水 也不是用他的手直接 加持你 也不是他用他的心 希望把这些功德送给你 他怎么利益众生 说法 誓法信义 说法的道理 真实义 讲这个法 讲告诉你真理是什么 怎么证得真理 你要如何去证得真理 说这个 所以所有的佛弟子 要得到功德 都必须怎么 依着佛所教的方法 然后去怎么样 去修学 所有的佛弟子 想要得到佛的功德 不是跟佛祈求 是怎样 跟佛学习 佛怎么修 我们怎么修 佛告诉你嘛 讲四弟嘛 苦疾灭道 他告诉你 这个世间的道理我明白了 这世间是苦的 是轮回的 那为什么会苦呢 因为有业 为什么有业呢 因为有烦恼 为什么有烦恼呢 因为有我见完 这个叫做急嘛 烦恼因 烦恼业 就有什么 烦恼报 这个在 这个在佛派里面 叫做众生杂兰 烦恼杂兰 业杂兰 因为有烦恼杂兰 所以有业杂兰 因为有业杂兰 所以有众生杂兰 就是 因为有烦恼 所以有业 因为有业 所以有报 那 因为我们人的业基本上是善恼夹杂的业 叫做杂兰业 所以会受苦 有时候热有时候苦 那他从哪里来 从我见我爱 那么你要不剁善恼大 你要不剁善恼大 有这个因就有这个果 诸佛菩萨也不能让你有这个因没有这个果 他也不能让你没有这个因就有这个果 如果你的果 如果你的果 是福报 往生天上 甚至要往生极乐世界 或是不剁三二道 那么你必须具有那个因 你才能够有那个果 那么诸佛菩萨包括阿弥陀佛包括药师佛 也不能让你没有这个因你就会有这个果 你都没有修十三 但是只是因为 你虔诚 你虔诚拜佛你专注念佛 那么 你跟佛是一起的 你跟佛 佛 你是佛弟子 所以佛给你优惠 给你一张VIP卡 你可以不用跟别人一样修 你就可以表达到比别人更殊胜 没有这个道理 佛也不会做这种事 也不可能做这种事 也做不了这种事 你知道佛有三不能不能度无缘的众生 你跟他没有人他说 他说了你也不信 那么 也不能度尽一切众生 不能灭定月就是 他一定要解脱的 佛不可能让他不解脱 他一定要堕落的 佛也不能让他不堕落 他要受苦的 佛也没有办法让他不受苦 那么 佛做什么呢 告诉你 你为什么会受苦 你必须怎么改变 你才可以不受苦 告诉你 你想得到什么样的幸福 你必须要做些什么事 你才可以得到这样的幸福 这个是佛说的 那告诉你怎么得解脱 告诉你 真理是什么 如何去证得真理 其实是这样 那么如果你不从这个地方下手 你单单只是 虔诚的 拜佛 专注的念佛 你就可以得到佛的功德吗 不可能 不可能这样就得到佛的功德 你要知道他是四法信义令解脱 就是告诉你 佛法的真实义 他告诉你 怎么样解脱 如果佛法怎么告诉我们怎么解脱 告诉你 生命的现象是什么 缘起 怎么缘起的 十二缘起就是 佛陀对生命现象的剖析 从无明到苦 那么 生命最终就是有老病死 愿震慰爱别离求不得 叫做老病死 悠悲恼苦 那苦怎么来 这个上次我们有讲到 讲这个佛去道理一天为母亲说什么 还不就是说这一些 那他怎么来 因为你有累积这个业 爱取有吗 有 这个有就是你累积了 你累积了 你累积了这个业 那么这个业你就不得不生 你不得不生 你说 我是佛弟子 我是佛的儿子 我是佛的太太 我是佛的妈妈 我是佛的爸爸 我把佛养大的 那么 一样 你如果 你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 你就不能得解脱 就像阿难 侍奉佛25年 佛也不能加持他 佛不能说阿难你过来 你辛苦了 放光加持他 让他 马上从出国震到阿罗汉 没有办法 没办法 阿难要震到阿罗汉 他也要靠他自己 佛已经灭渡了 阿难还是出国 甚至有一些都没有证 佛的几个侍者有一些也没有证 那么 佛的母亲摩也乎人 我们地藏经就是 我会摩也乎人讲的 那么佛也是要去跟他说 他也不可能他在王舍神 用神通放光加持他 然后光明照他 然后他见光之后 就怎么样 就解脱了 也不可能 大爱到 把佛养大了 一样 出家了 一样要这样修 他才能得解脱 佛的儿子罗欧罗 佛跟他讲 无欲无我 远其无往 那跟他讲十二处无我 他还是不能完全正德 那么佛就在跟他说 那你 你自己这样想想不明白 你先不要想 你去为别人讲 那么讲了讲了之后 有一天他突然领位了 你看 他也是教导他怎么得解脱而已 他并没有加持他 放光加持他 那么让他得解脱 在佛法里面 没有解禁 没有VIP 这个一定要知道 那么我们 我们现在学佛的人 最麻烦的就是 都希望不要太 不用用功就可以得到佛的加持 想尽一切办法 找那个捷径 持一个什么重 然后找一尊最可靠的佛 愿力最大的佛 那么找一个 最灵感的菩萨 我告诉你 你要这样学佛 你就学一百年 你也学不到佛法的 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利益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我们大部分的人 都不了解这个道理 都是 希望 透过佛的加持 那么 虔诚的祈祷 那么 那么在 这个 专注的 这个念佛 念菩萨 念经 念中 那么就希望 期望 佛 可以加持我们 这个不是佛法 那么 释法性意义令解脱 真正的佛法 他就是告诉你道理而已 学佛 第一个要知道什么是佛 什么是佛 觉悟真理的叫做佛 他自己都要这样修 他才能够成佛 你不用这样修 你只要持他的名 持他的座 送他的金 你就可以成佛 你比佛还厉害 你是佛中佛 佛自己要这么修 才可以成佛 你不用 所以 有可能吗 不可能 不可能 那么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 学习佛法的人 那么一定要知道 什么是佛 第一个要知道什么是佛 接下来 要知道 要明白 佛 都说了些什么 什么是佛法 就是什么是佛法 那你要知道 佛是从中出教 我们是戒教物中 你要知道这个道理 要不要做尽快吗 要不要做尽快吗 不 尽快 要不要做尽快 好 没有东西 又没想 那么 你们是 詞曲 李宗盛 那麼覺悟主要有兩點 一個就是什麼是真理 第二個就是如何去證得真理 什麼是真理 因為他是覺悟 覺悟什麼 覺悟真理 覺悟真理的人 什麼是真理 那如何去證得真理 那麼 這個鐘就是他所證的 所證的真理 他瞭解了 他站到山頂上 他知道 從山頂上看下去 要到山頂的路有幾條 他看得清清楚楚 那麼他告訴你 山頂的風景是什麼 用什麼方法可以到這個山頂 他已經 從這個山下跑到山頂來了 所以 他是從中出教 所以他告訴你什麼 什麼是真理 緣起 無我是真理 一切 一切世間都是緣起的 生命也是緣起的 那麼 生命的緣起流轉中 就是眾生生死死生不斷在輪迴 輪迴裡面不出三界六道 他已經跟你講清楚了 他看到的就是這樣 那麼怎麼樣才能夠不輪迴不受苦呢 達正道 所有的人 包括佛自己都要這樣修 那麼沒有出了這個之外 那麼可以到這個山上 沒有 所以借教 物中他告訴你 這個教 基本上就是 真理是什麼 那麼證得真理 如何去證得真理 那麼你如何去 這個方法 然後去證得這個真理 他是這樣告訴你的 所以你必須去了解 第一個什麼是佛 第一個是什麼是佛 那為什麼要學佛 我們為什麼要學佛 我們學上帝不好嗎 學阿拉不好嗎 學媽祖不好嗎 那為什麼要學佛 你要明白啊 那佛 道獨都說了些什麼 我們 道獨都學了些什麼 那麼這個你要知道啊 你不要只是說 這個最殊勝 這個菩薩最靈感 這個佛最有願力 這個法文最殊勝 這個咒語最有威得力 沒有 那麼你一定要照正確的方法 那佛已經跟你講了 你如果想要離苦 你不離苦那就不用講了 啊 那麼你如果要離苦 他會告訴你 就好像你有病 你要去看醫生他會告訴你 你的病因是什麼 你要注意些什麼 你要加強些什麼 你要改變些什麼 你缺少些什麼 那麼你就要必須去補足 補足了 那麼 這個原因造成你這個痛苦 那麼你就要去除這個原因 你因為缺少這個原因 然後讓你現在這麼痛苦 那麼你就要去除這種原因 如果沒有 佛也幫不了你 佛也幫不了你 即使 即使 你一心不亂的念佛 也一樣 也一樣 因為 念佛是要學佛 學佛才能成佛 我們把那個學佛去掉了 變成念佛成佛 那念佛成佛是從因果上講 就好像你發菩提心成阿紐東農三馬三不停 並不是說你發菩提心就可以成阿紐東農三馬三不停 從發菩提心之後要行菩薩道 菩薩道圓滿之後才得阿紐東農三馬三不停 其實是這樣子的 那麼佛法裡面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就是告訴你 什麼是真理 那什麼是真理 源起無我就是真理 源起是在講生命的現象 生命的現象 對生命現象的剖析 源起是對生命現象的剖析 比如舉個例來講 舉個例來講 我們跟大家說一下 比如說 那麼這個你要知道那你必須要有正確的方法 無明 行 是 明色 六路 處 受 愛 取 有 有就有生 生後面就有什麼 老死優悲老苦 老死優悲老苦 純大苦運聚 優悲老苦 好最後就是苦優悲老苦 那你看他基本上 基本上 這個生 生就是我們現在的狀態 那我們就是生朝老死 往前進 那為什麼 有 有苦 有苦是因為我們有這個生命 有生 有生必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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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那個無生 沒有那個 有生 然後不死的 沒有 沒有長生 沒有永生 只有無生 所以 生必有死 那麼生死之間就會有老病 優悲老苦 一定有這些東西 那麼所以世間是苦 世間是苦 那苦從哪裡來 苦從哪裡來 苦是因為你臉機有業 這個是 如果從三次來講這個是未來的前戰 這個是你下輩子會在出生 下輩子會在生死 那麼 如果我們從這一生來講 我們就是 這一生是從這裡開始 這裡是一段 是 明色 是明色 這個就是我們的果報生 這個是我們的果報生 四元明色 明色 原始 那我們這一生從 五運生 這個就是五運生 我們這一生 五運生一開始是這樣 四元明色 五運 色 色受想行事 但是 他怎麼樣 怎麼樣照顧的 因為他開始照顧 照顧在這裡 那怎麼會照顧呢 有我愛照顧 因為 無名 那麼透過感官 這個是六根內六 內六處 外六處 透過顏耳鼻舌的生意 面對色身相異觸法 然後就產生心理反應 最初的心理感受 這個我們叫做最初的心手 就是產出 產生最初的心理 心理反應 那麼有觸之後 開始有瘦 有苦有熱瘦 那麼你 追求熱必苦 那麼你就開始 開始怎麼樣 這個就是跟無名相應 這個是熱 那麼因為熱有這個果爆聲 有這個果爆聲 因為這個熱 這個事 會來 會來直取這個名色 就開始有這個果爆聲 這個果爆聲 透過 這個果爆聲 這個事 透過這個感官 接觸這個外界 開始產生 跟煩惱相應 跟無名相應的 所以叫做無名相應 你的心手 那麼就開始 對這個苦受熱瘦 後面有時候會受嚮失 那麼對這個苦受熱瘦產生 苦就產生 撐 熱就產生貪 那麼因為是無名相應的 所以就是吃 那貪撐吃為根本 那麼再跟我按 對 欲界就對五欲產生直取 色界 就對這個色灘 就產生這個色灘 無色界就產生這個無色灘 不離開三界六道 然後 直取 那這個取基本上 由這個身見 我見 我語取 然後五欲 欲取 重點叫欲取 五欲 我見 就是我語取 那麼 這個身見 這個是身見 那麼我語取 然後欲取 對五欲 欲見基本上是欲取 那麼還有借進取 見取就是你的觀念錯誤 你的修行方式錯誤 那麼 開始 就是對這個境界產生直取 那麼就開始累積未來的生命 你未來的輪迴是這一世累積的 你這一世的輪迴是前一世累積的 那麼都是一夜有輪迴 眾生是一夜有輪迴 那麼一致得解脫 一夜有輪迴 一夜有輪迴 就是一夜而受苦 輪迴就一定受苦 那麼一致得解脫 這個是最主要的 那所以因為你沒有智慧 你用了錯誤的方法 這個曲裡面就有借進取 非因既因非果既果 那麼 這個不是這樣解脫的 這種苦不是這樣解除的 就好像你牙齒痛 你說我去看骨科 不是你要去看牙科 你說牙齒也是骨頭 不對 你去看骨科不會好 要去看牙科 那麼 所以你看錯了 就說非因既因非果既果 你從沙子裡面要煉油 煉不出油 你說火太小 加大火力 也沒辦法 你說沙子太少 你加很多沙子 也不行 你說沙子太粗 你把沙子磨細 還是不行 不是沙子的問題 不是沙子多少的問題 不是沙子粗細的問題 也不是火力大小的問題 也不是煮的時間長短的問題 是因為那個因不對 那我們有時候會這樣 就變成什麼 變成 你拜燦 那你拜燦比如說你拜燦 那麼你的苦不能消 你就覺得 我不夠虔誠 我拜的燦不夠多 那你念佛想要增加功德想要消除罪障 你就覺得 我沒有念到一心不亂 我沒有念到這個佛念太少要念50萬 你只有念30萬 或是我念的時間不夠多不夠久 我的心不夠虔誠 不是 重點是 重點是 你知不知道你造什麼罪 你都不知道你造什麼罪 你只是一直跟佛懺悔 你在懺悔什麼 你都不能預防未來再造罪 那麼懺悔最重要的是 你知道錯在哪裡 那你知道怎麼樣避免再犯錯 這個是真正的懺悔 你都不知道你錯在哪裡 你也不知道你哪裡錯了 那你只知道你是不是在受苦 那受苦就是有罪 就是有業障 一直跟阿彌陀佛懺悔 一直跟諸佛懺悔 那諸佛赦免我的罪 佛沒有辦法赦免你的罪 佛只是 告訴你 如果 你有罪 那是因為 罪就是錯誤啦 造惡業 那麼你要知道你造了什麼惡業 你為什麼會造惡業 你現在對已經造的惡業 你不能再繼續 因為業有一個理論 他要成熟才會受報 他不成熟不受報 你不要讓他成熟 那麼如果他已經成熟 已經在受報已經在苦了 那麼你不要繼續造惡 隨緣消就業更莫造新疆 要不然後面會沒完沒了 你一根木材 再燒 那麼燒完就不燒了 你不知道你一直加木材就永遠燒不完 那個木材就是什麼那個業 你一直造新業那你一直受苦 你又不知道要停止加木材 你就不會再燒了 你不知道 那麼所以你沒有辦法 佛也沒有辦法 你要知道 佛只能教你 你錯在哪裡 你要用什麼方法 可以避免再犯錯 那麼不能夠直接赦免你的罪 那一樣啊 那麼給你功德也一樣啊 他沒有辦法直接把他修的功德給你 他只能告訴你如果你要得什麼功德 你必須要怎麼做 如果你要富貴的功德 那麼 你要布施 你要勤勞 如果你要長壽的功德 你要不殺生 你要護身 你還要注重身體健康 注重飲食起居 那麼這一些你必須要明白 我們沒有我們變成 不管要什麼 我們都是念佛念經念眾 那麼 佛就會給我們 沒有這樣的觀念是錯誤的 所以 佛說法 佛說法最重要的都是什麼 佛利益眾生啊 利身用 就是 利益眾生的作用 最重要的都是什麼 說法 為人說 最重要的就是為人說 為人說法 那麼眾生 眾生 因為這個法 就是告訴他方法 告訴他道理 道理是什麼 如果你會受苦 如果你要離苦 告訴你 你為什麼會受苦 接著 告訴你 你怎麼樣可以不受苦 如果你要得了 告訴你 你怎麼樣 你怎麼樣可以得了 其實是這樣子 但是我們現在不管 不管 不管你要什麼功德 你都跟佛菩薩要 不管你要滅什麼罪 你都向佛菩薩祈求 這樣是不對的 這樣是沒有辦法得到佛法的真正利益 即使是佛 要度他的父親 他也要去跟他的父親說法 要度他的母親 道理天 他也要上道理天為他說法 他的父親生病 他也要回家庭羅衛國 跟他靈命終前的父親說法 他也不是等到他父親走了之後 他在送經給他回向 沒有 在跟他做妻 沒有 父親還沒往生之前就要跟他講 聽明白 讓他心開意解 他的母親已經往生了 但是現在換一個行李在道理天 他也是要特別上一趟道理天 為他母親說法 你看都是說法 那麼他的兒子羅厚羅 他也是要為他說法 他的姨母大愛道 他也是要為他說法 甚至是阿難 他的侍者 那麼他也是要為他說法 所以 基本上 像這種 利益眾生的 你為眾生說 你必須要記住什麼 多聞 多聞不是多聞就可以 多聞要怎麼樣 聞 文思修 佛法最重要在智慧 那麼智慧的層次就是文思修正 就是要從多聞開始 然後如理思維 然後怎麼樣 如實修寫 那麼 在正佛所正 得佛所得 如實知如實見 在得如實知如實見 所以 所有的佛法都不離開文思修 就是你 他是從正出將 你要得佛所正 你必須要透過文思修 那麼 你為眾生要讓眾生得利益 也要從多聞開始 那不是多聞而已 是從多聞開始 聚足多聞 然後為眾生說 基本上是這樣 那這個是大聖經典裡面 所說的 雲雷語 好我們先下課 一定會 有體力 後面 有體力 有體力 就會有體力